熊狮一口咬住男人大腿,身上的裤子被瞬间撕碎,随后狮子带着猎物扬长而去,狮子的实力非常可怕,男人在他面前不堪一击,熊狮刚刚回到狮群,人类模型就被他们撕成两半,可能是因为塑料位太重,狮子将它抱在身下,食之无畏气之可惜,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新的目标。 熊狮不紧不慢地来到一个透明的笼子面前,让人感到震惊的是,里面居然关着两个大活人,狮子已经将他们荡成了狩猎对象,可由于打不开笼子,狮子只能离开,躲在里面的两名男子也爬了出来,他们对狮子非常痴迷,所以便来到了狮群的领地,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对狮子进行测试,从被撕碎的模型来看,狮子有很大的可能, 会对人类发起攻击,并且下手毫不留情,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狮子的弹跳力,透明的笼子被放到了一棵大树下,两兄弟又躲了进去,随后外面的人穿进去一根绳子,绳子的另一头被拴上了一条鹿腿,很快两头熊狮一起出现,两兄弟在笼子里将鹿腿拉起,狮子想要吃到食物就需要跳起来,没想到这点高度根本难不倒熊狮, 另外一头熊狮也过来争抢食物,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大,两兄弟很快便坚持不住,只能放手,三头狮子瞬间乱成一团,为了继续测试狮子的能力,整只羚羊被挂到了树上,并且高度也有所上升,狮群争先恐后的争抢,生怕自己饿着肚子,狮子重打百斤的咬合力,甚至可以咬住食物, 还顺便把自己也挂起来,为了自己能多吃一点,谁都不愿轻易松嘴,猎物也在他们齐心协力的私咬下,只剩下一根绳子还挂在树上,但吃饱后的狮群并没有离开,被困在笼子里的两兄弟,直接陷入了尴尬的境地,拍摄的汽车也已经离开,被狮群拽下树的羚羊,并没有被吃完, 很显然他们对笼子里的两兄弟更感兴趣,狮群一直在笼子周围徘徊,饿了就吃两口食物充饥,可让人没想到的是,狮群居然在这里一直待了十多个小时,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离开的打算,但好在笼子的质量非常好,哪怕是狮子强大的咬合力,也没有办法,在狮群的嘈杂声下,更多的狮子朝这边赶来, 他们对笼子里的猎物垂险于地,而两兄弟居然在里面憋了十多个小时,直到太阳落山后,狮群还一直守在笼子旁边,摄影师只能开车将狮群赶走,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,狮子只能四散奔逃,两兄弟也终于可以爬出笼子